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可乔向在座嘉宾致辞 他表示 感谢多年来支持中华总商会的各位社区侨领和各级政府 过去一年 中华总商会成功举办了华步樱花节 台湾旅游观光文化节等 增进了中美人文交流 丰富了文艺生活 今年的樱花节将在4月26日在华步孔子大厦广场举行 希望中华总商会的新老会员可以齐心协力 办好今年的樱花节 随后 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说 今年是中华总商会成立110周年 作为纽约最老的社团 中华总商会必将既往开来 团结各社团 为华步的振兴做出最大努力 台北经文处副处长范国书作为嘉宾 在致辞中说道 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一直以来与中华总商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而中华总商会为社区所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今后愿与中华总商会一道 增进两地 人文 旅游 经济的交往 最后 联邦众议员孟昭文说道 自己虽然是在法拉盛选区 并不能参与华步的工作 但是 中国城强大 则华裔强大 他希望法拉盛与华步这两个华裔大社区可以并驾齐驱 共同发展 华与电视节目 纽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